你好 歡迎參觀 顧客已進門 銷售人員先噴灑酒精消毒 接著送上口罩 當作行銷噱頭 好 李先生 那我現在帶您看一下 我們的食品屋 那您安心 我們這邊全部都已經消毒過了 看屋前同樣用酒精清潔屋內 武漢疫情延燒 就怕顧客不敢上門 業者事先準備 兩百多個口罩 吸引民眾 來這裡就還有在送口罩 就覺得 因為現在口罩都買不到 對啊 所以就好像一個 一個利多 好 那您目前有些什麼樣的問題嗎 銷售人員透過電話細心解說 為了避免看屋人潮群聚 業者還推出線上看屋 我們的餐廳呢 是做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所以讓它的空間展現是特別的大 民眾隨時提問 透過手機 雙方可以看到共同畫面 還可以自己縮放看個仔細 我第一次做這樣子的一個 線上看屋很特別 還有服務人員在線上 及時的介紹 就因為有之前SARS的潛力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房市在後來呢 其實它是都有回升 而且甚至在買賣的動數上面 都是增加的 專家分析SARS時 民眾沒有經驗 加上房價長期低迷 造成投資客低價拋售 但現在武漢疫情 適逢房價高點 一直想趁機入市的買家 恐怕沒有便宜可借 房市新聞連著網民先 台北採訪報導